太极拳是中国传统武术 更被视为是一种身心兼修的练拳健身活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去年底 正式地把太极拳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迷路 这个消息让中国人感到自豪 他们希望这承载着中华文化基因的宝贵遗产 能封离全球 让历史文脉能更好的一代代传承下去 中国太极拳历史悠久一朝一世一起一落 都深深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气韵和中国哲学的理念 太极拳去年年尾成功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 城市太极拳推手王战军就希望能带动太极拳风潮 让越来越多外国人了解这门传统武术 所以说太极拳增强我们的心肺功能 提高我们的身体素质 这是一定大有好处的 希望全球人都来参与洗脸太极拳 太极拳被公认为是一项能强身健体的运动 每天早上中国各地的公园都不难看见许多老年人沉醉在太极拳的世界 因为我之前身体一直不是特别好 听说太极拳能够强身健体 对养生方面都非常好 太极终于走上世界了 这是我们的骄傲 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到中国的传统文化越来越被世界接受 所以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非常自豪 太极拳对于洗脸者的性别 年龄 体制 职业民族没有限制 也因此获得普罗大众的接纳 根据不完全统计 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就有数亿人习练太极拳